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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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мериканin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sted goal 反对是吧 反对 理由 差别有一点大 哦 反正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希望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回去 他们要就是在一起 你怎么办 那他就把所有的信用卡 跟车钥匙甩拿出来 不管你了 交吗 交 阿姨 其实我知道 我现在的条件 跟您的要求差距很大 但是我也在努力 你认为你努力就有用吗 努力就能够 对 我知道那不是百分之百的能成功 可是至少我可以这样去做 朝这个方向去做 你现在还不了解他 现在他跟你在一起 我估计那个感觉就像 没有吃过方便面的人 第一次吃方便面 很好吃 多吃几次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那个味了 就既然这位妈妈都吃到女儿 吃不了几顿方便面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吃腻了咱就会扔掉 你还是放手吧 之后你的女孩子是很多的 你说我要跟我妈说 我管不了你的 那你就让你父亲以后来管你的 刚才你母亲说了 她认为你受不了 你觉得你能坚持多久 我觉得如果是我像你二的 我会坚持一辈子 我只是假如啊 假如说她放弃了怎么办 那我就当看错人了 她母亲有没有跟你谈过交换条件 她当时是说过这个问题 让我们分手 然后她给我一笔钱 但我又没答应这个事情 小人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 你明明答应我的 她答应你 我没有答应你 我只是答应你说 让松松先回家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 她答应你什么了 答应我跟她一笔钱 她自己创业 然后就跟我女儿分手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 我答应你的是 让松松先回家 你现在少狡辩 她同意了 对了 我没有 就在几天前 我们三更在一起的时候 叔叔妈妈给她一笔 那个创业经费 让她去创业 叫她呢 劝叔叔回家 他们两个人分手 她当时就同意了 根本就没答应这个事情 松松 三年多了 我们之间到底怎么样 我想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 这几年 你应该是相信我 我们可以 这么坚持走下去 刚才老师们说的话很对 我们学了自己去生活一段时间 滔开的家园 我们自己去努力 自己去生活 就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也证明给你妈妈看 刚才那个事情 我选择三宿女 最近这么久 我还是了解你的 我妈妈跟我阿姨 也许他们是为我好 想劝我离开你 所以他们才会 说你答应了 但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不会答应 我愿意跟你 好好走下去 希望你也不要动摇 坚持 我相信我们两个一定可以成功 我希望未来的每一个画面都有你 三 二 一 请开门 你怎么那么不高兴啊 因为从小到大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顺从我妈的意思 我在这里想真心的跟她道个歉 妈妈 我希望 你还是能祝福我 这个决定我已经想清楚了 阿姨 我会离开家里 离开公司里面 把车钥匙 房子钥匙 还有信用卡 这些卡都给你们 我想自己独立的 跟小周一起 好好过我们的生活 我真的很希望你和爸爸能够祝福我们 阿姨 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 我也希望在你的健身上 多出我的努力 去更好地照顾女友 请你们 给我们一次机会 在重重的阻碍面前 他们选择了坚守 很多人对他们的坚守 保持怀疑态度 有一个网友说 这两个人不合适在一起吗 谈爱情的时候什么都可以 但是迟早两个人要回归生活 到时候价值观不同 摩擦会越来越多 这个小伙子是否真的拼命就能做到 事业有成 赢得女方父母的同意 在节目之后 我和松松两个人之间自己有一个约定 就是说我们都给对方一年的时间 各自去努力 我努力我自己的事业方面 然后松松也努力跟他家里边缓和一下 现在半年有了吧 因为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业上面就说难度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就是说先找了一份工作 现在比较稳定 自己就说开拓事业上面的话 这边要缓慢一点 如果一年以后我们两个都发展的不是特别快特别好的话 我可能 我希望我们还会是很好的朋友 毕竟大家曾经真心在一起过 大家都看出来了 她们在苦苦坚持 但是女孩的话题已经透露出来 她对于目前的生活 有些利不服气 男孩呢 目前的收入水平显然无法满足自己女儿的消费局 所以要坚持这段感情 两个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爱情保卫战中还有这样一对情侣 女方是一名海归 母亲经商 有家族企业 而恰恰是因为女方家庭条件的优越 让那个男生亲生自卑 她甚至不敢将自己的恋情 告诉自己的父亲 别人大十岁 若谈了三年 姑娘一心一意地回来投奔你 干嘛不带着人去拜见你的父亲呢 其实是因为之前有谈过女朋友 就被父母否认 然后我跟她认识 一直没有敢告诉我的父母 为什么 是因为她从小到大家庭条件都很好 然后她有一些消费习惯 还有就是她从国外回来之后 就是她的穿衣上面 就是我的父母可能不会接受 因为他们毕竟年纪比较大 这些原因我太开心了 她这身还有问题吗 她穿衣服有问题吗 我父亲确实是比较 你父亲这个去拜见都不行啊 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太像一个借口 因为我确实是很爱我的父亲 然后也很爱他 我怕他们融不到一起 没见怎么知道人家就不合适 我一个流洋回来的女孩 然后我现在年龄也不大 而且就是我也不像很多那个丑民后 然后就是很级别过来 我也会对她很好 我没有什么你拿不出手的 所以她跟我爸爸说 她爸爸的要求其实不高 我也就只是说 她的儿媳妇给我大学文凭 听你这个介绍 你父母见过她了是吧 我妈妈见过 妈妈见过 满意吗 之前挺满意的 之前挺满意的 什么时候不满意了 就是因为我很委屈 我刚回国嘛 所以说身边的朋友也不算多 所以我最好朋友就是妈妈 今天妈妈来了是吧 对 那我们把这个小杰的母亲请上来 来有请 好站住 对女儿的男朋友满意吗 我开始见面的时候 没有把她当成女儿的男朋友 因为女儿刚刚回国嘛 我觉得她认识几个朋友 应该是很正常的 就实际上您只是觉得她蛮是普通朋友 是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那您希望未来的女婿是个什么样啊 我觉得只要有知识有文化 然后通勤达理 能够孝顺老人 有爱心有责任心就够了 还有其他要求吗 我是希望呢 今后能跟我在一起 能够照顾家 因为自己目前开了一个公司嘛 整天这个工作这个也很忙 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年龄也逐渐大了 希望将来那个女儿 或者是回来可以帮我 或者是找一个人帮我 听明白了 您有点希望入责的意思 是个意思吗 其实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一直感觉到她离不开妈妈 我是担心 我到时候带她去见我的爸妈 她一旦把这件事情说漏了的话 这是一个在我们那边来讲 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并且当我跟她交往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家条件 就是比较不错 我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其实我家里条件也还不错 只不过是我为什么在北京 打拼这么长时间 是因为我不想靠我的事 我不想靠家里 我想靠自己的努力 去做一些事情 这次听明白了 我是害怕别人错过几张路 会说我入罪 你自己愿意入罪吗 我可以很努力地去孝敬 小杰的父母 他这么大分 你觉得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孩子 优柔寡断的这种情绪 太浓厚了 如果是我认可的 我喜欢的 我觉得就可以全力以赴地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有困难的话 就想怎么去解决这种困难 而不是把这困难丢给别人 或者放在那 听见没 赶紧办吧 我可以跟我爸 现场打个电话 我来说明这件事情 现场跟你父亲连线是吧 任导 能接他父亲的电话吗 喂 喂 爸 喂 喂 我得赶紧说个事 我现在交了一个女朋友 啊 以前我认识的那几个女孩 让你们觉得 有很多不满意 但这个女孩绝对会让你满意的 你干什么意思 你咋知道她的女孩好吗 其实我们认识有三年了吧 只不过是一直没敢跟你说 因为她一直在国外 那这个女孩现在是 她的学历是什么学历 学什么的 她是学国际贸易 现在已经毕业 并且在学校的时候是学生会主席 什么学位 本科 她的性格呢 她的性格是很活泼 然后 很可爱 你说活泼可爱 咱们三冬的回去啊 有孩子去 对不对 会有修养 这个 这个是肯定 因为她的父母 对她管他也很严格 然后从小到大 就是也非常懂事 你要跟她讲啊 这个是 咱们这个地方是 从梦之下 你一直放 咱们这个地方 对女孩啊 对 要吃的比较严格 那我可以带她回去 给您看一眼 那当有事件 这么事件 我们接着 女儿也放 我们也放 你 不不不吧 好 但是 爸还有一个事 得提前跟您说 是这样 因为 她的母亲现在在经商 比较辛苦 就是说 希望 我能 去他们家 帮他们去 呃 去工作 然后 跟他妈妈住在一起 哎呀 咱们这个地方 满弄的地方 对这个 那还是像女孩这样 是这个玩意 有什么 不太好 突然比索 这个问题 那你要考虑考虑 我也要考虑考虑 给刷发 都有充分的预级 好不好 好的 爸 嗯 以前给你找女朋友 要出的严格 现在这个面对也不少了 这些朋友啊 趁其的乱伤啊 你也该发放手了 哈 确实 女孩不错的话 咱们先在那 考虑考虑 我这个事件 相互 尤其是你刚才 说这个问题 要刷发以后 干长以后 都说好好考虑 把这事处理好 爸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好 好 爸 你多保重 爸 再见 再见 你听着直乐是吧 我的妈 我的妈挺可爱的 没有他说的 无比一头 对呀 我也觉得老人挺可爱的 是某高校的领导是吧 人家那个父亲那句话说的其实挺好 双方要商量一下 您今天是第一次知道他们谈了三件恋爱是吗 是的 我第一次 那刚才您看他这些事的处理觉得怎么样了 我觉得事情既然有了一个可以商量的余地嘛 那大家就是好好商量 那怎么商量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孩子自己的态度 因为我的观点一直就是认为所有的事情不发乎于心 别人做的努力都是无用的 笑的本意是指无为的顺从 所以这个笑的文化含义之下 导致到很多人就像男嘉宾一样 完全没有了独立感 另外我还要说到的一个问题是 你他和你的父亲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情绪当中 当你进入到某个情绪之中 你会被这种情绪蒙蔽叶 比如说你 你害怕父亲会不接纳自己的女朋友 于是你被害怕蒙蔽了双眼 而你最终没有分清楚 害怕的原因是什么 他母亲确实是火眼睛睛 你这个人确实有些优柔广设 我相信最终在你父亲的控制和你女朋友的幸福当中 你最终会选择他 但问题在于你迟疑 而迟疑在关键的时候是会怪大事的 所以说一旦认定了幸福 就一定要坚定会议的往前走 因为你的坚持最终一定会换来父亲的支持 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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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家教很严的孩子 有可能有两种性格特征 一种是很听话 有教养 还有一种结果有可能是优柔寡断 这个男孩就有些这样的特征 这么大了 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敢带回家 女方的母亲此时提出了一个要求 入坠 上我们家来过吧 我们这条件更好 左右为难 虽然男方最终选择了为爱情勇敢地搏一项 承诺自己会用行动去证明自己可以成为 让这个女孩子一生依赖的幸福港湾 但是光一个承诺 就能让女朋友的妈妈捧死 网友 家有盛菜 他说 我不看好这个 虽然今天他们走到一起了 但是今后他们的路会更加艰难 小李啊 你能改变阿姨的看法 你们俩人的感情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双方的父母是否真的任何 妈妈现在就是对你们俩感情是同意还是反对呢 同意吧 所以他觉得默认了 那他现在有在你去见他爸爸吗 我见我 他爸爸对你们满意吗 我打钞去好了 我爸爸没有说什么 我们男孩在一块就是说 让我们互相跟他们对他们的更多的了解 那我们是希望尽快的能 能有一个更好的体质 那也是希望就是 那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也希望你做得更好 然后背着我两个安全的 如果说是你们 就算不是在一起的话 我也希望你能做这个男生 然后能事业做得更好 所以正是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都在努力嘛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做好了给家里看 他们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了 所以今天我要送给大家的杰里亚爱情给予是 步调一致才是爱情的任命 只要双方愿意为对方改变 在相处中慢慢的适应对方 不断的努力就有可能情色和心 感谢杰里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希望您登陆我们新浪微博的官方微博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后面联系 保护爱情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曼丁 下期再见 不需恢复 因为你的 在心情有了 荣山的初 我也 能有 最存在的 孤独 最孤独 的 孤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